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来人 将判陈韩信拿下 诸杀韩信 是何罪名 战国后期 汉高祖刘邦得到天下 爱将韩信被担心造反 最后落得猝死下场 就凭你这大不伟大不敬 就足以要了你岳飞的向上人头啊 因为松高中一家志 让岳飞把他爸爸跟他救回来的话 那今天他就皇帝 就不用挡了 用12道金牌把岳飞交回来 最后以莫须有的赠予 他处置 宋嫂的岳飞跟韩信 有点类似 都在立下汗马功劳后 被质疑功高震主 而这种情况 古今中外都会发生 尤其是潜台词 国内的战场到现在的职场 都有很多的美高 就是现在老板都用潜台词 但是背后的意义都不一样 像第一种 最近怎么样啊 问你一切都好吗 就说还好 不错 当然不是要你听公司的坏话 或者是同事间的耳语 第二种 你到底明天都在忙什么 问你 忙什么 就是说你最近工作比较不好 要改善 而不是要听老婆小孩 让你有多累 当然还有第三种状况 我看你去看着办吧 看着办 怎么办 就是跟着老板跟企业的脚步伴 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这样你了解了吗 在职场上面 我们还是保持一种人际关系的一个中性 尽量不要就是说 好像要特别去拍哪个长官或老板的这个马屁 或者是想要进入什么样的一个小圈圈 我觉得毕竟公事公办 无法改变环境 也无法透彻长官心境 专家建议紧进不选边 不偷懒 不乱说话的三不原则 自然就会在混乱的职场中找到平衡 记得从那边来找台北张普道